我们今天一开始的第一个单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 我们的课程是科学解码达文西 那要介绍达文西之前 我们为什么要介绍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呢 因为有人说时事造英雄或者是英雄造时事 那不管哪一个 我们要了解达文西这个人 必须对他当时成长跟生活一些背景有些了解 才能够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社会可以孕育出像达文西这样的人才 我们今天的单元大概分成底下几个段落 第一个呢我们要介绍什么是文艺复兴 接下来我们介绍古希腊的哲学思想 再来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 最后呢我们讲一下文艺复兴时期那个中国的年代是什么年代 最后我们有这个议题跟资料让学生去讨论跟阅读 一开始我们先讲什么是文艺复兴时期 我想先问一下军民 你知道文艺复兴时期大约是什么年代吗 大约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十五世纪左右 十五世纪左右 蛮接近的非常好 那通常文艺复兴时期在算的时候 大概就是十五跟十六世纪左右 当然有人说三百年有人说两百年这年代不一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叫文艺复兴 英文的文艺复兴 Renocence这个字它是从法文来的 它是R-E REE就是repeat 重复的意思 跟Nicense Nicense就是诞生 所以呢 Renocence这个整个来翻译的话就是再生 那很多人就把它翻译成文艺复兴 我们中文字翻译成文艺复兴 事实上 在当时的所复兴的并不是只有文学跟艺术 科学也是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领域 这就是我们这门课 科学解码达文系的一个重点 那只是说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 为什么会产生文艺复兴这个时期的时候呢 有很多种各种不同的说法 有些人说它是一个中世纪的末期 中世纪在欧洲是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 那有些人说就是它一个现代的初期 那有人说它是个过渡期 所以末中一世 那有些人说文艺复兴是欧洲思想的一种进步 有些人说它是一种退步 那到底是怎么样呢 目前没有定论 那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人物的出现 欧洲会不会有文艺复兴时期 还是说因为出现了这批人 所以才产生了文艺复兴时期 这到目前为止还是末中一世 因此美国历史学家Forgerson 他就说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 可以算是历史学里面的一个问题儿童 不过呢 有一点可以确认的就是 文艺复兴时期它一个最主要特征 就是对古典希腊文化的一个追求跟崇拜 那把文艺复兴这个概念 首先介绍给世人的是这个瑞士的历史学家 叫布克哈特 他在1860年所出版的这本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这本书里面 开始标榜一些文艺复兴时期 对人类思想上的一些贡献 有哪些贡献呢 在那个时期他认为对人性 对政治 对文化创造 还有宗教信仰之间 充满了很多的关怀 有别于欧洲之前的 赴古典希腊的文明 那古典希腊的哲学思想里面呢 有三个很有名的哲学家 那俊明你知道哪三个吗 老师我不知道呢 不知道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上面所看到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他所成长的年代 大约跟中国的孔子差不多 因此有人称他是西方的孔子 苏格拉底一个最主要的哲学主张 就是说透过对话跟辩证 来寻求真理 所以很明显 苏格拉底认为 整个宇宙是有个不变的真理的 那苏格拉底很多人都说 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在那个时代 很多人非常推崇苏格拉底 可是苏格拉底他自己讲过一句话 他说 我之所以最有智慧 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无知 而别人却连自己的无知都不知道 因此苏格拉底是一个 很讨厌一个不学无术 而自以为有很丰富知识的人 可是呢 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导致于 他到最后被雅典的国王所处使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苏格拉底一直强调 跟年轻人说 我们不要信神 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的智慧 结果那时候 雅典城跟四巴达城 两个城市打仗 就雅典城就被打败了 那有人就归咎于苏格拉底 因为他不信神 触犯了当时的雅典的保护神 是雅典娜 因此就跟雅典的国王说 这都完全是因为苏格拉底的关系 因此苏格拉底就被处死刑 要喝毒液 那时候曾经有人想要把他偷偷的放走 释放他 可是苏格拉底却不愿意 那他的门徒就说 师父你没有罪 你为什么要受这种死刑的痛苦呢 那苏格拉就说 我现在没有罪 我死得很坦然 难道你们要等到我有罪的时候 再被处死吗 所以呢 他就很充容就义 喝下了毒汁 而一代的哲学家 就因为莫须有的罪名 而死死了 柏拉图 柏拉图呢 他本来是学文学的 后来碰到苏格拉底之后 就开始转学哲学 那到后来呢 他在雅典创办一个学校 叫柏拉图学院 据说这个学院的校训 是不懂几何者 不得入此门 也就是说 他不收那些不懂几何的学生 去明 你为什么柏拉图 不收不懂几何的学生 进来他的学校学哲学呢 以这字面上来看的话 可能是因为 哲学是一种 很 很复杂 而且又抽象的一种 东西 然后几何的话 在我们以前国中 学习的时候 也是觉得 他也是算是一种 很复杂 而且很 很抽象的 一件事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可能 两者之间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 所以他才会这样子说 所以你认为几何跟哲学 因为都很抽象 所以两个有点相关性 对 非常好 我们来看一下 柏拉图 因为他认为 数学逻辑的抽象训练 对于哲学思考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如果只学 抽象的几何 证明的话 对于我们的思维逻辑 的思考 是有帮助的 所以很多学生 以前我们在做一些 国中或高中 做一些集合证明题的时候 很多学生都觉得说 我们为什么做这些 已经看起来很 不正致命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再做一遍证明呢 就是因为柏拉图认为 即使大家都认为是对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经过 逻辑思维的推导跟证明 是不能够接受的 也就是说 柏拉图认为 这世界上有个永恒不变的真理 这一点主张是跟他的老师一样 而要了解这个真理 只有透过哲学跟几何的思考 这个是目前柏拉图学院的一个样子 这是我在2008年到希腊的时候 所拍的一张照片 目前柏拉图学院都是一些断眼禅臂 已经不复当时的荣景 而柏拉图有个很有名的学生 叫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 我们都称他是科学理性思维的最初推动者 为什么呢 古希腊的哲学家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是比较重视数学的研究 可是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个强调 我们必须要靠感官去认知这个世界的敌人 所以很多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就把亚里斯多德 公推为他是科学的一个最初的推动者 不过有一点他跟柏拉图很不一样 柏拉图很强调数学 这我们刚刚说过 可是亚里斯多德呢 他并不强调数学的重要性 你觉得为什么 他的老师柏拉图强调数学 可以得到真理 可是亚里斯多德却不这么认为 可能是因为就讲义上面所提到的 他觉得用感性的方式去取得真理 而不像那个就是他的老师一样 用科学的方式去 用数学 对去寻找他要的答案 对 因为他认为真理并不存在数学里面 你只能证明 可是真理却是靠我们的感官来感觉的 所以你刚刚说感性 应该是说用感官的理性 来理解科学 而不是用感性 但有人就批评亚里斯多德 就是说 你老师强调数学的重要性 你为什么不强调数学呢 你这样背叛师们 你不爱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在讲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 无爱无事 但无无根爱真理 这句话呢 就后来很多学生就引用了 当他们不尊敬老师的时候 他们就会讲出这句话 不过我觉得 目前多学生呢 他们并不是不爱老师 但是他们找老师的时候 可能都是讨论分数 所以呢 现在的学生都是无爱无私 但无根爱分数 这是我的提论 那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哲学家的结局 往往是悲惨 因为他看了他的 他的施工 苏格拉底 被处死刑 那他的老师柏拉图呢 也有一阵子被判 去做奴隶 因此他早就知道 哲学家的结局是很悲惨 但他后来也是逃离了雅典 因为他的学生 亚历山大大帝呢 是马其顿人 后来统治了希腊 到后来呢 亚历山大大帝 在远征的途中死亡了 结果雅典城就趁机造反 那趁机造反的时候呢 他看到形势不对 所以呢 亚历斯多德就马上逃离了雅典城 那古希腊 这些哲学思想 我们把它统称一个叫人文主义 那人文主义的主张 大致上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 人文思想 是指一种思想态度 认为人和人的价值 是具有第一个最重要的意义的 正如同希腊的一个哲学家 叫做波罗塔格拉斯 他说人为万物之度量 另外一个历史学家 修习底德 他说人是第一重要的 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 那像这种思想要诞生的条件呢 有几个 并不是任何时代 或者是一个国家 可以产生这种人文思想 你要产生这种思想的话 第一个 经济宽裕 就是大家都不会 每天忙着工作啊 赚钱啊 至少大家有足够的闲暇 去思考一些 比较行而上的事情 第二个 政治民主 政治容许你做这些 哲学比较开放性的思考 第三个 宗教人性化 不会受到宗教压迫 第四个 社会宽容 人民可以认为说 你们这种哲学家的存在 是有价值的 如果这四个条件 差很多的话 那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容许 人文主义的 很多人都翻译成佛罗伦斯 佛罗伦斯是从英文 Florence 他所翻译过来的 而菲冷翠这个名字 是小说家 徐志摩 他所翻译的 因为他到意大利的 这个菲冷翠去游览的时候 意大利的这个地名叫 Firense 所以他就翻译成 菲冷翠 那我觉得 菲冷翠这个名称 比英文的翻译名称 佛罗伦斯 好很多了 那这个是从 半山腰所拍的 菲冷翠的一个全景 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 这里 有个很巨大的教堂 这个 以后我们课程里面 会再介绍 而人文主义 谈到意大利当时的人文主义 我们首推的就是这个 文学家 或者称为哲学家 佩托拉克 有人称他是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智父 他本来 是读法律 因为他爸爸叫他去当律师 钱赚的比较多 可是他真的兴趣呢 是在 诗史 文学这方面 他当时的提倡 拉丁古典文学 当时有两股不同的势力 有些人主张 本土话 说要 讲意大利方言 要用意大利方言 去做文章 而拉丁文是当时 欧洲社会一个 共同的语言 这个就跟我们现在很像 到底 本土话 学母语 学台语 学客家话 学3D话 或者说你要学英语 比较重要 这个情形跟我们现在很像 当时就两股 比较大的势力 一个是本土话 一个是 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国际话 要学拉丁语 佩托拉克是主张 学拉丁文学的 他有个情妇 之所以说情妇是因为 罗拉是有夫之妇 后来这个情妇罗拉 他就死于1348年的黑死病 所以佩托拉克就写了一首诗 来纪念这个罗拉 这个诗很长 我们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不再去叙述一遍 大家可以从他的治理行间感受到 佩托拉克对罗拉那种深情 还有他比调的优美跟柔情 他们两个背景 有蛮多相似之处的 只是伯洁秋他的出生 比较低微一点点 因为他是父亲跟情妇的一个私生子 他爸爸本来就要做生意 不过他后来跟佩托拉克一样 因为很喜欢文学 所以就转供文学 那他的外号是文坦的花花公子 因为他教了很多女朋友 那他最有名一本书就是十日谈 十日谈这本书 到目前为止 你们还可以在书局里面可以看得到 他这本书是描写 在当时因为黑死病肆虐 所以有七男三女呢 他们就躲到山上 去躲避这个瘟疫黑死病 那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 所以呢他们就说 好我们就每个人每天讲个故事 来排遣一下无聊的时间 因此呢这十天总共收集了一百个故事 这一百个故事的内容 有些是改编至天方夜谭 阿拉伯的那个预言故事 那不过内容都是影射当时一些权贵 或者一些教会人士的阴暗的一面 所以当时的权贵对于 伯洁秋呢是相当感冒的 当时宗教界人士 一些修士修女 对伯洁秋讽刺他们的一些行为 也恨之入骨 所以据说后来伯洁秋他埋葬之后呢 这些宗教界人士呢 要把他的坟墓重新挖起来 那后来据说是佩托拉克的出面 才排解了这般的纷争 那他的情妇 有个是玛利亚 跟罗拉一样 是死于1348年的黑死病 他死了之后 伯洁秋一样写一首情诗 纪念玛利亚 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最主要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他们在思考 积极活的生活 跟沉思默想的生活 这两个谁忧谁烈 第二个 面对命运的无常 他们拒绝对之屈服 第三个 对人的个性 还有自我意识呢 开始产生了兴趣 第四个 他们就开始用旅行 来探索这整个世界 还有呢 他们就开始发展科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发现这个自然 人跟自然界的关系 究竟为何 那有些文学家 就以诗文来表达出 他们的一些个性 那这个地图是 意大利当时的一个 政治的情形 意大利现在是个 统一的国家 不过在当时是 分裂成好几个城邦 有威尼是城邦 佛罗伦是城邦 纳布洛是城邦 四分五裂的 所以可见当时的政治情势 是相当的紧张 而当时的意大利 我们看这个地点 它刚好处于 欧洲跟 中亚的一个交界 所以呢 意大利人 他们当时 有蛮多的机会 可以去做东西的贸易 因此产生了很多有钱人 一些本来是走路商 就是挑着担子去卖东西的 到后来呢 就变成了一个 租下店面 变成金桌商 又赚了钱之后 就开始把钱呢 去放高利贷 后来呢 又从放高利贷 变成银行家 所以可以说 当时意大利的 整个经济情形 在欧洲是最好的 而当时意大利呢 整个教会的情形 是四位的 为什么 因为那是城邦的国王 他们敢挑战 教众的权威 为什么敢挑战呢 这又跟十字军东征 有关系了 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 十字军东征的一些历史 还有天主教内部呢 有很多的纷争 最多的时候 天主教的教众 总共有三位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参考一些 宗教史的一些文章 那基督修士的生活 很迷烂 君 你知道 基督修士生活 迷烂是什么情形吗 他们本来的生活 是要相当的节制 一种清秀的状态 为什么他们的生活 形态会很迷烂呢 就我的认知是 因为以前的社会 是属于宗教统治 人民的社会 所以对于就是 那个人民对修士的话 会觉得修士 就是现在的官 所以导致就是说修士会 就是会障着自己的权利 然后去欺压百姓 或者是就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官 类似的一些行为 有点类似啊 就是说当时他们都 受到人民的尊重 他们就利用 滥用这种尊重呢 就去骗取人民 一些金钱 比方说那时候最为人诟病就是 天主教 如果你犯了错 你必须要到教会里面去跟神父祷告 可是那时候就很多修士 就说你不用去教会祷告了 你只要花点钱 买点赎罪券 偷着赎罪券 我回去替你做一些仪式 一些程序事情做完了 你就不用去教会祷告 所以很多人民就花钱买了赎罪券 他们就不再去上教堂去祷告跟神父 忏悔了 这一点被当时很多人文主义的学者 攻击得相当的厉害 他们觉得说他们是透过宗教在练才 第四个特点是人文主义的意识抬头 我们刚刚讲过了 第五个是科学对天主教育的挑战 这以后在我们课程当中也会讲到 而当时在佛罗伦斯有个很大很有名的家族 叫做麦蒂奇家族 麦蒂奇家族呢 他的第一代的掌门人是科斯默麦蒂奇 可是后来最知名的是这个 右手边这个人叫罗伦佐麦蒂奇 他把麦蒂奇家族的整个的家域呢 带到最高峰 而我们刚刚说过 意大利呢 因为当时处于东西两方的交界 所以他们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 而这时候就引起很多西欧国家的不满 尤其是靠近西边 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啦 葡萄牙啦 英国这些地方 那为什么引起他们不满 因为意大利他们从中亚或者亚洲 进了很多的一些商品 不管是布料啊 或者是香料啊 尤其是香料 据说在当时是欧洲 一些平民百姓相当需要的一些做菜 或者是保存食物的素材 那意大利人因为他们的地理自变 就把这个价格抬得很高 所以很多西欧的国家就很受惠了 因此呢 他们觉得说好 我们自己到亚洲去拿货 那他们想要借助的交通工具就是船 所以那个时候 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 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清楚 我们现在知道地球是圆的 可是在当时呢 他们并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有少数人主张地球是圆的 可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 所以有些人觉得说 如果地球是圆的 那我如果往西边走过去 应该就可以走到东方这个地方 因此很多人就开始准备要做探险 探索世界这个动作 而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哥伦布 这当然有听过 哥伦布 哥伦布呢 他是意大利人 他小时候就读过马可波罗 东游记 所以他非常向往印度跟中国的风土民情 因此在1492年 他就受西班牙国王的派遣 带着给印度君王跟中国皇帝的国书 率领了三艘大船 航向大西洋 不过这有个故事就是 当初他去找西班牙国王的时候 西班牙国王说 你凭什么要说服我 我要派这些大船支柱的金钱 往西边走可以走到东边 为什么往西边走可以走到东边 那哥伦布就说 因为地球是圆的 那证据呢 西班牙国王旁边的一些大官呢 他们那时候并不认为地球是圆的 他们就挑战哥伦布 问哥伦布说 你说地球是圆的 那当我们船走到地球下方的时候 船为什么不会往下掉 这一点 哥伦布并没有办法给出 十分确确的答案 所以西班牙国王呢 本来不想支柱哥伦布 后来呢 是皇后 哥伦布就说服了西班牙国王的皇后 那个皇后就说服西班牙国王 给他派遣了三艘大船 给他一些食物金钱的支柱 哥伦布才有办法 得以做往西边的探险 这个是哥伦布当时所拿有的 所持有的航海图 那这个航海图后面有一些传说 就是说这个航海图可能是从中国来的 不过这是白关也识 目前还没有办法获得证实 之后 环绕世界一圈最有名的是麦哲伦 不过麦哲伦他本身并没有完成 环绕世界一周的壮举 因为他到了菲律宾的时候 我们看菲律宾在这边 他到了菲律宾的时候 就被当地的土著所杀了 所以完成环绕地球一圈的是他后面的一个团队 我们就想知道 那当时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 什么的年代 我们看这里这个年表 文艺复兴时期大约是西元1350年到西元1600年 而那时的中国大约是明朝的年代 菲律宾你对明朝的了解有多少 我对明朝的了解只有一点点 就年表上面看起来的话就是他推翻了元朝 然后元朝是由蒙古人所建立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宋元明的话就是汉人重新在执政 因为宋朝是汉人所统治 后来蒙古人入侵 所以整个中原的统治的政权被蒙古人拿走了 到后来朱元璋又赶走了蒙古人 等于说汉人重新从外族的手中拿回了统治权 后来朱元璋就变得相当的保守 因为他们很怕外族的入侵 因此很多政策就开始是一种比较类似索国的一个政策 所以整个明朝的演化可以说造成了很多中国一些政治制度 甚至科学发展的一些瓶颈 这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 我们刚刚说明朝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朝代 那他最后衰亡的原因大概可以分成下列几点 第一个就是政治上的腐败 明太祖就废除了宰相制度 一人独揽大权 使得君主的权力过于集中 可是他很相信宦官太监 使得这些宦官太监蒙蔽了皇上 欺君往上欺负忠良 而这时候有两个党派 一个是东营党 一个是燕党 两党之间互相攻击 而因为连连的征战 还有王室的贵族惠霍无度 使得国库空虚 再加上有很多的外患 像比方说瓦拉拉打蛋这些民族的侵扰 而东边有沿海倭寇的入侵 这时候人民对于政府的一些做法相当的不满 国库空虚 然后外来的侵略持续不断 因此他们就起而反抗 那我们这堂课结束之后 我们对于文艺复兴的一些人文思想 哲学背景应该有个大致上的了解 那我们希望同学就开始去思考 这几个议题 第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背景是什么 第二个文艺复兴时期有哪些主要特色 第三个文艺复兴为什么会发生在欧洲 这跟第四个问题有关就是 我们要思考当时是明朝 中国的当时是否存在文艺复兴的一个条件 这几个问题 同学可以搭配一些我们所发给大家的讲义 跟同学彼此之间做一个讨论 思考为什么文艺复兴是发生在欧洲